哈喽大家好我是君君 上一集我们讨论政治黑手深入校园 不过熊中学生真的很棒 不要低估熊中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哦 那今天这一集呢算是搞笑 但是又恶意带风向 我们先看到蔡政府又有肥猫仇佣 将来银行是我们的公股银行 也就是我们未来的网路银行 以后我们就可以从网路上办理各项的业务 就不用跑到银行排队了 其实很方便哦 可是这一个银行成立到现在 竟然已经花了两亿 而且才半年哦 什么事都还没做哦 这两亿都是你我的纳税钱 到底钱花去哪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薪水的结构啊 六个副总平均年薪400万 但是执行长刘亦成 就是大家看到照片中最高蓝色领带的 他的年薪竟然高达了4500万 而且为了要挖角他 我们还付了2700万的补偿金 这种薪资其实是有 但是当然是在非常赚钱的机构才会有 像国内的一些大型金控 就可以付得起这样子的薪水 可是现在呢 我们的将来银行 他一开始什么都还没有做 而且预计会亏钱3到5年 那怎么能够付得起这样子的薪水呢 人家金控哦 一年可是赚几百亿耶 反正花我们人民纳税钱 不痛不痒的 唉看看军公教的年金 就硬要被拔掉 就一定要改革 一定要把人家18%拿走 那现在呢 一家会亏损3到5年的公司 而且才半年就已经烧掉了2亿 我们真的很希望政府可以多照顾一下小老百姓 我还记得蔡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有提到 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 现在看到真的觉得 唉好讽刺哦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看看 多比较候选人的政见政策 可是现在韩市长的政策政见 好像都被忘掉了 因为大家都忙着抹黑他和加分姐 昨天加分姐开记者会 说到农舍的事情 大家就开始质疑加分姐了 为什么你不捐出来 苏家全都捐出来耶 为什么你不拆掉 为什么你要用卖的 是不是死要钱 果然加分姐就被形容成死要钱 还把黄光琴都拿出来讲耶 说加分姐连150万都要跟黄光琴计较 我觉得好奇怪哦 为什么不是说黄光琴要跟加分姐计较呢 难道因为是选举吗 所以我不能得到我应该得到的 我也不配正正当当赚钱 我也不能卖掉自己房子 苏家全要捐他的农舍 那是他家的事 加分姐要合理合法的处理他的农舍 也是加分姐他们家的事啊 其实如果真的死要钱 就不会卖这么便宜了 三立新闻的报导 这个农舍的市价是1800万哦 现在加分姐只卖800万耶 买家也觉得很划算很开心啊 而且这一栋农舍记录了 韩市长一家人加分姐三个孩子的一个记忆 大家会很轻易卖掉这么有感情的房子吗 其实做事或看事真的有很多的角度 很多的方法 不是一定要捐出去 或是一定要把它拆光 才是对的 才是好的 我今天合法合理处理掉 真的没有招谁惹谁 不能说因为参选了总统 所以尽管做了合理的事 也变成错 那这样子还有天理吗 而且我相信哦 今天就算是拆掉了 捐掉了 一样照被黑啦 玉琳哥曾经说过 今天要黑你的人 尽管你跟他讲说 祝你身体健康 他也是能黑你的 用合法合理 而且低价 把自己的资产卖掉 结果被形容成 搞得很难看 韩国瑜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为那八百万的农舍 你搞得这么难看 所以我觉得农舍问题最大的一个就是 把他那一个曾经寻找庶民 让大家觉得你最接近地气 现在已经飘上天 什么是庶民 那些在街头卖玉兰花的是庶民 那些在捷运站叫你大哥哥大姐姐 帮我买一包口香糖的 那些在车阵中穿梭 你车子一停下来 他们递给你广告传单的 那叫做庶民 到底什么才是庶民啊 庶民不就是一般人吗 过一般人的生活就是庶民啊 为什么只有卖玉兰花的 发传单的 捷运站大哥哥大姐姐的 才是庶民 那请问一下我是什么 难道我是贵族吗 我就是庶民啊 希望大家还是能够从政策上 给韩市长多多指教 不过真的很遗憾 八卦口水对国家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 另外在这个节目当中 嘉芬姐的专访是完全没有被播出的 有时候讲话态度口气都很重要 一句话口气不一样 给人家感受就会差很多哦 拜托我们是被动了 好被动走到最后不只还要交钱 交钱交多少500万 就又要发表这个证件发表会 一直到走到最后就招惊了 但是已经走上雷台了 那能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真的是被黄袍压身的啦 我是被大家逼来 那到底嘉芬姐在专访中是怎么说的呢 到最后又要交钱 又要证件发表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一直跟他们讲 绝不可能 我们不会去这样 那就是一路的发展就招惊了嘛 那招惊你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已经上了雷台了 也是因为李嘉芬在这个整个访问里面 他另外讲了一段话 他说韩国瑜为什么走到今天 他用招惊这两个字啊 可是他就讲喔 当初只是被人家被谁 被国民党 被国民党拜托说 拜托你韩国瑜进入到我们名单里面 来做民调 结果怎么走到最后 又要交钱 又要证件发表 走到最后就招惊去啊 可是你老公这一讲 YES 其实嘉芬姐是用一个很正面阳光的态度 在叙述他们怎么误打误撞选总统 可是媒体并没有把嘉芬姐 非常阳光笑眯眯的态度呈现出来 媒体只给你看文字 而且用抱怨的去解读 我相信没有看过专访的朋友绝对被误导 而嘉芬姐说 又要交钱又要证件发表 好像完真的耶 有没有可能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被有心人一讲 就变成死爱钱 我们都不是别人肚子里的回虫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意思是什么 如果能用好意的态度去看事情就算了 但是如果一直恶意的去扭曲解读 就真的很不好 有时候我在听这些人说话 我以为是1450现身了 我以为是电脑后面的键盘手曝光了 现在真的分化的很严重 分化韩市长 国民党 立委 韩粉 没有人帮市长讲话 只要这个地方有一个重大的建设需求 你常常会看到很多跨党派的民意代表就站出来了 大家赶快一致 这个一定要吞 可是我在高雄真的 我觉得都看到前所未有的 好像高雄政治人物只剩韩国瑜 不会演点出自家明代的观望 视力心态让李嘉芬好心寒 我天哪 嘉芬姐什么时候说过自家明代观望 视力心态啊 影片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嘉芬姐说 跨党派 面对重大建设的时候 最好是不分蓝绿 不分党派 大家意见一致 赶快来建设高雄 可是高雄 好像比较没有这种跨党派 不分蓝绿的合作 结果被解读成 抱怨 韩国瑜对很多东西在讲话的时候 地方立委都不发声相挺 其实你仔细去看 嘉芬姐的意思是不是真的 是说韩市长都没有人帮他发声 因为在重大建设的时候 应该是要不分蓝绿 不分党派的嘛 那在高雄都没有 好像就只有韩市长一个人一样 更妙的是 这一支专访影片的旁白 竟然说 嘉芬姐不会演点出 自家民代的观望 势力心态 韩国瑜在抱怨哦 李嘉芬在抱怨你们哦 那国民党的人一听到 当下当然是觉得很不开心嘛 也没有办法立刻去查证 可是人家从头到尾就没有这样讲啊 接下来也开始解读韩粉 市场要花多少钱 多少钱 我帮他估计最少一千万嘛 一场一千万 哎呦啊 开玩笑啊 油栏车打开店耶 那同一批人拖来拖去 搞得快乐就不得了 每天在那边喊 对吧 韩粉跟着喊 还有什么食 什么贪食蛇 韩粉真的不是动员 我们真的都是自动自发集结 游览车 吃的便当 都是自己出钱的 我知道这个事实很难以置信 但是大家也要有认清 还有接受事实的勇气好不好 这个是要打韩市长人员不好 杨秋新 黄光琴 王金平 又被拿出来说嘴了 我记得子贡曾经问过孔子 大家都说这个人好 那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好人 孔子说未必 那大家都说这个人不好 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坏人 孔子也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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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未必 那到底怎么样才是好人 怎么样才是坏人呢 孔子说 要好人都喜欢他 坏人都厌恶他 才能确信他是好人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能不要乱点名啦 因为被点名了 万一自己又没有办法接受检验 或是万一被检验了 其实自己是坏人 真的蛮尴尬的 就像好像有人 自己没有证据 常常乱爆料 听说现在是八战八败了 那还会做民调哦 最近做了一个民调 一百个人有六十三个不相信他 我本来以为这个他是他自己 他的负面评价六十三 就台湾人里面有一百个人 六十三个人不相信他 最后黑韩真的是无极限 说韩市长走路用跳的 没有九五之针 他会走路上跳的你看到没有 所以哪里有九五之针的样 不行啊 不行了不够稳重 所以他知道他不会当选 是不是真的黑韩已经匪夷所思了 那今天还有一则新闻说 李嘉芬爆料 郭台铭给钱叫韩国瑜不要选 那这边呢我们也附上 韩半的一个澄清 在这边还是鼓励大家 多上网多找资料 多多求证 如果你不想要台湾变成这个样子 2020就让我们一起 找回爱找回良心 这个礼拜天彰化见 拜拜